来到泰国的第三天 最新后就来到酒店楼下的早餐饭厅来看看 这间酒店是包含早餐的 它的早餐不错吃 还有一些简单的主食 饭食 还有一些西餐 香肠 红瓜汤 还有鸡蛋 它们也有消毒的橱柜 碳鸡都经过消毒的 就一些咖啡 茶 还有红面包鸡 牛油 草莓酱 水果 就这样子来 好 就先吃个早餐 然后再继续往北部开 希望这一次呢 吃饱乐过后 有精力 有精神 可以开到比较远的地方 从马来西亚打游到这边泰国曼谷 1110公里 现在我们要 check out 这个Lucky Greenville Hotel 在曼谷的 然后再去北上前往 不知名的目的地 有可能直接去清迈 有可能是在阿佑泰亚还是哪里 我们再看啊 好 要离开曼谷了 现在呢 就通往这个继续北上的路线 请大家注意 如果看到这个旁边这个MFlow 就代表说 好像我们马来西亚的SmartTag这样子 啊 或者RFID 就只有 有注册那个 MFlow的才可以过 这个 这个都 不然呢 如果给Cast的话 就要来到左边 靠左边这边 MFlow就没有闸门了 就直接 你开到120也可以通过 不过呢 就要付罚款 北上的车辆还是非常多的 开到有点困了 所以我们停下来 这个PTT休息站 PTT休息站旁边呢 就有一间Amazon Cafe 这个是咖啡专卖店 我们就点了这个75泰铢的 新的咖啡 新式的咖啡 来提拉米苏咖啡 当一场 喝杯咖啡 提提声呢 在上路 休息一下 这间咖啡厅的装饰 蛮漂亮的 而且还有一些小产品可以购买 小吃的悲剧餐厅都有 小吃的悲剧餐厅都有 好 喝完咖啡 继续看路 继续往北部开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都是蓝天 但是就没有看到白云 越往北部开呢 感觉天气就越凉快 但是看到旁边的稻草 都是枯黄色的 估计好久都没有下雨了 这边的天气应该是很干燥 去青麦的路上 现在时间是大约1点半 开广时间 都只饿了 随便找一个档口 停下来吃 没有厕所 还好这边有厕所 而是急尿 讲究一点 茅草 洗手间 OK啦 应有尽有 还有水 这边还提供免费的冰水 真的猪脚饭 还有一碗猪炸汤 还有一个鸡饭 就这样子啦 我已经进去 已经来到这个 达勒浦 这边 旁边呢就是缅甸的 著名的KK延期就在這邊左手邊 但是一路走來都感覺不到什麼危險 大家都心平起合 司機還有摩托車還有行人都非常的有禮貌 都不隨便按喇叭 如果遇到行人他們會讓路 汽車會停給行人讓路 行人也會跟汽車司機寄個供感謝 一路走來藍天白雨 二月不多感覺著 這次開車的旅途都蠻順暢的 走到570多公里 已經起燈了可是還沒有遊站 怎麼辦 機率清賣的還有186公里 能不能支撐到那邊 從昨天晚上在曼谷打油到現在走了577.3公里 總共打了1250泰鱼 我們都是打那個RUN95的 然後從馬來西亞開車到泰國 已經走了1630公里 估計還有在走多200公里就到青蕾的 啊槍脈的 咱們都來了 東西 好吃 加了1950泰鱼 加了1962泰鱼 加了1950泰鱼 加了1950泰鱼 加了2050泰鱼 加了1950泥 幾百泰鱼 加了1950泰鱼 刚刚check-in了这个B2的酒店 行李都还没来得及放下呢 就赶紧了 出来吃个晚餐啊 都是好饿 刚好呢 酒店走出来 不到十公厂 就是这个 著名的凤飞飞猪脚饭夜市的 这边人好几的多 而且都是游客 以游客为主 这边选择还是蛮多的 如果大家有来到这边呢 都可以来尝尝这边的美食 价钱不是很贵 但是也算游客价 最多也比外面多贵十到二十太多 这个是我们楼下的 我们酒店的洗手间 装扮得非常的精致 而且感觉蛮有特色的 看看它的洗手盆非常的漂亮 以木质为主 而且粒子也非常多 好了这期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没订阅我的频道呢 如果大家喜欢的 就请帮忙订阅按赞分享 谢谢大家